郑浩你要不要短评一下 这个交叉分析的民调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今天的这个静周刊 有一篇报道 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静周刊说 中国在这次戒选中 他锁定的地方不是新北市 也不是台北市 也不是高雄市 对 静周刊这样锁定的 叫做彰化县 没错 彰化县我们一般都讲 叫做是全台第一大县 因为去掉六都以外 彰化县的人口破百万 对 是最多人口的地方 对 那中张头呢 我们过去有历届选举 都会说决战中张头 所以这次呢 静周刊有一篇报道是 中国一口气招待了 三百位彰化的村里长 去中国旅游 落地招待 好庞大 整个中国 整个彰化只有五百多 应该是五百九十几位的村里长 他一次招待过半的村里长 去彰化旅游 就是剔除掉绿的 全部拦的都 几乎全去 一玩打劲了 所以叫决战中张头 可是偏偏呢 在这份美一岛电子报 新的民调出来 有几个事情让我们发现 第一件事情 赖销配 稳定领先 喉召配 对 对不对 赖销配三十八 喉召三十一 柯文哲跟吴欣 十四点九 稳定领先 因为有一段时间 美一岛电子报的过程中 宏友宜跟赖锦德是很接近的 对不对 后来又变喇叭口 把它标开了嘛 对不对 对 所以看国民党要不要骂 美一岛电子报 民调是狗民调 看国民党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绝战中张头 照理来说 中张头应该是国民党 在此时此刻是占优式的 台中是鲁秀燕 对 南投是树华 对 张话一半一半 对不对 照理来说应该是占优式 可即便在这样状况之下 赖锦德跟相比 相比相比 37.8 赵锦跟侯侯也只有30 而柯文哲跟吴欣 也只有可怜的12% 所以在中张头来说 虽然是摇摆州 可是目前看起来 还是赖锦德占优式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美一岛电子报 这个民调 有一些有趣的部分就是 赖锦德阵营 一直担心的年轻选票 其实已经慢慢慢慢被兜拢了 阿伯真的出事了 阿伯自从蓝牌 一下要合 一下要不合 年轻选票大量流失 来给大家看 20岁到29岁的时候 赖锦德跟小美琪 36% 阿伯竟然只有21% 不准啦 不准 美一岛是狗民调 可是问题是 过去美一岛电票阿伯 年轻人也赢过赖锦德 对 对不对 然后30岁到39岁全面领先 4到49岁 反而更惨事情是什么 因为柯文哲有取消台北是重阳 敬老金的记录 对 所以老人家听到柯文哲都是摇头的 所以仔细看 70岁以上柯文哲只有2% 我真的很不忍心 不忍心念出 2%载啊 柯文哲 对不对 我们都是4 50% 3 40% 以前那是叫4%载 结果现在变蓝药 变2%载 变2%载 超惨的 2%载超 1000通电话只有20个说OK是柯文哲 超级惨的啦 所以整个局你可以看出来 整个不管是过去的年轻选票 柯文哲全面崩跌 那在蓝军来说就国民党这一中张头 国民党也在崩跌 所以这次美调电子报名调 确实又回归到原本我们设定 赖金得应该有的水准